太阳 我跟你姐啊 跟你商量个事呗 说 什么事 我和你姐夫 准备移民 这么多啊 去哪儿啊 北美吧 反正年初的时候啊 我跟你姐说过一嘴 那个时候 各方面的条件 还不是很完善 就没有告诉你 对 现在实际比较成熟了 也是为了孩子 将来的发展 等会儿 你们不是说 这事是要跟我商量的吗 我听你们的语气 这是决定了吧 这不是和你在商量的吗 这也不是说 说走就走的事 而且这移民的手续 还在办着呢 姐夫 你这么突然地移民 不是在国内 发什么事要跑路吧 你刚跟孙燃谈过话 他就要移民 看来咱们的行动奏效了 你把谭阳赶回到他身边去 谭阳发现了咱们查不到的线索 迫使对方明显地沉不住气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现在咖啡馆黑客 这套线索有进展 我敢向你保证 孙燃肯定有问题 百分之百有问题 不管他认不认识徐葵 和徐葵有没有关系 他肯定有问题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给他压力 逼他就范 不能让他跑了 那个 你这是 你没说话 你怎么对我动手功量的呀 我怎么就动手动脚 我就看你这有纹身 我想看看是纹的什么 不是 你怎么对我的纹身这么感兴趣 什么叫我对你的纹身感兴趣啊 你知道吗 我其实一直都特别想纹身 但是吧 我们当警察的是有警荣要求的 不能纹 所以我看你有纹身的我特羡慕 你给我看看吧 不行 这纹身对于我来说 有重大意义 只有我的女朋友才能干 我说了 我和我的团队必须马上出去 我在国外来操控这个平台 我才最安全 如果我出了事的话 整个交易网 整个平台都会崩塌 我想老板不想失去 这么大一块肥肉 在我的印象中 你从来没有这么介绍过 我们两个做那么多年 你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 我肯定不会在老板那儿 让你吃亏的 但是这个事情 要慢慢来 要有难心的呀 如果你真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会想办法帮你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队里临时有事 我得先回去一趟 我送你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行 再见 好累啊 哎 哎 哎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你过分了啊 喂 你觉得你这个老同学 就是安佐 我 那你有没有看到全部的纹身 没有 我只看到局部这一点 所以我不太确定 他跟安佐的纹身 是不是一模一样 可是 胳膊上有纹身的人多了去了 有没有可能是个巧合 不只是纹身 我这个叫高华的同学 跟安佐的年龄相符 身性相符 并且他具有 IT教育的背景 我觉得一点事在这太多了 你怎么瞧啊 这么巧啊 你怎么来了 这位是 啊 这个 我是谭阳 我为男朋友 走 够回家 哎 放手 对不起 我跟我女朋友聊天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 没关系 不过我也喜欢五位 我们公平竞争不行 你 你们都送手 干吗呀 这是 兄弟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公平竞争 五位能看上你什么呀 你俩是一路人吗 我不管我跟他是不是一路人 但我早晚都会把他变成 韩阳 你干什么呀 五位 安佐和黑客很有可能是一个人 而且你这个同学非常有嫌疑 你们是怎么知道安佐的 对李白板都贴上了 我都能看着 你看不出来吗 我承认我看到你跟别人迂惑 我心里非常地不爽 但如果这个人要是值得信任 我不会去干预你 因为我没这个资格 但是这个人不行 他非常危险 你知道吗 谢谢你关心我 但是我有能力保护我自己 请你不必要跟着我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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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相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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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